不是 我只是觉得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是不是也应该跟我商量一下 你做什么事情 不是也没有跟我商量吗 你是在说思悦的事情 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了 如果想法是一致的 谁说又有什么分别呢 你是不是真的想清楚了 你呢 是因为不确定所以犹豫了吗 当然不是犹豫了 只是觉得这个决定太突然了 的确 说突然是挺突然的 说不突然 其实也是个最好的时候 我跟我妈的关系你是知道的 她难得这么爱我 这么关注我 我真的希望婚礼 可以得到她的祝福 结婚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因为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所以这也是最好的时候 那就按照你的意思吧 按黄历上讲呢 下个月的二十八号是个好日子 不如我们就定二十八号好了 给 你看看 我看看 我看行 就这一天 挺好 妈 其实每一天对我们来说都是好日子 只要有妈和爸的祝福 我看要不然就这两周吧 因为越快办 越快了了爸妈的心是吗 也行 虽然我们不舍得 但是我们不能耽误你的终身大事啊 繁星啊 妈 你知不知道 你在我肚子里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想 你的婚礼是什么样的 我就一直在想 粉红色的 白色的 还是天蓝色的 我一定让我的女儿 可以漂漂亮亮的 像个公主一样 嫁给一个爱她的人 这就是当妈的 最开心的事 所以你一定要告诉我 你最想要什么样的婚礼 只要你想要的 我一定会满足你 我只要一个有妈妈出息 有妈妈祝福的 那样的婚礼就是我一辈子最开心 最幸福的 是孩子 爸爸妈妈都会祝福你的 嗯